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型 今天和大家分享以下内容 我们先来看最新战况 一,在俄军的战损方面 在5月9日损失980名士兵之后 俄军在5月10日损失的士兵达到1320 这似乎和俄军在哈尔科夫北部搞了袭击行动有关 此外,乌军摧毁了15辆坦克,40辆装甲战车 和55套火炮系统等俄军装备 截至基辅时间5月11日6时的信息表明 在过去24小时内 俄罗斯人总共进行了7次导弹袭击和108次空袭 并多管火箭系统向乌军阵地和人口筹密地区发射了120 在过去的一天里 乌克兰空军和乌克兰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一个指挥所 一个燃料和润滑油储存点 一个防空导弹系统 一个雷达站和18个俄罗斯人员集群 接下来聚焦哈尔科夫北部局势 一 昨天乌克兰国防部称 乌军在捍卫阵地 二 在俄罗斯武装部队第44军团的一个摩托化步兵营服役的 阿特什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名特工表示 其一支部队断然拒绝在哈尔科夫州 发动袭击 阿特什的这名特工说 这支俄罗斯部队的士兵很清楚 边境上的高质量的防御攻势 他们还目睹了俄罗斯军队的破坏和侦查行动失败 他们这样写道 有鉴于此 当在设备上绘制带有十字架的零形式的新标志 并下达命令时 该部队的一部分拒绝遵守指挥部的犯罪意愿 没有人愿意为了任何钱而走单程 三 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州边境的进攻行动 可能具有战略目标 即在这条轴线上与乌克兰军队交战 并巩固该轴线 以使俄罗斯能够向乌克兰东部的其他地区推进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报告称 俄罗斯军队于5月10日上午 在哈尔科夫州北部的俄乌边境发动攻势 并取得了重大的战术成果 俄罗斯军队可能正在哈尔科夫州北部 进行初步的进攻阶段 该阶段的作战目标有限 但旨在实现从乌克兰东部前线 其他关键地区转移部队和装备的战略效果 截至目前俄罗斯军队已在该地区发起了两次有限的行动 其中一次在哈尔科夫以北的利普齐村 另一次在哈尔科夫东北部的沃夫昌斯克市附近 乌克兰国防部报告称 由人数不强的人员和武器组成的俄罗斯装甲突击队 试图在清晨突破沃夫昌斯克附近的乌克兰防御公室 他们补充说 在乌克兰军队击退俄罗斯的袭击后 该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 截至5月10 美国宇航局资源管理火灾信息数据表明 在斯特列查克拉斯内皮尔纳和伯雷西夫卡定军点及其周围 可能发生了激烈战斗 据路透社报道 一名乌克兰高级军方消息人士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向沃夫昌斯克周边地区推进了至少一公里 SW评估说 俄罗斯军队已经向沃夫昌斯克推进 但没有看到足够的证据 来评估附近地区战斗的大致长度 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天 利用他们在哈尔科夫州北部的战术立足点 来加强进攻行动并进行推进的初始阶段 大概目的是将乌克兰军队赶出与别尔哥罗德州的边界 并推进到他们的炮兵可以将哈尔科夫开火的程度 然而俄罗斯军队目前采取的有限努力 并不表明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来包围和占领哈尔科夫市 4.5月11日乌克兰军方继续打击俄军 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边境地区变得更加的活跃 乌克兰霍尔丘奇亚联合特险部队发言人 沃洛申在电视直播中说 防御战目前正在进行中 反击措施继续朝着莱普蒂和沃夫恰斯克定居点的方向发展 敌人在那里使用了步兵和装备 他还说在边境地区 在那些实际上处于灰色地带的定居点地区 斯特里莱切 皮尔纳 伯里西夫卡 奥利伊夫卡 奥赫尔采夫地区 战斗也在继续 此外根据这名发言人的说法 乌军正在准备好的火线上作战 正在对歇入乌克兰武装部队防御的俄军进行火力破坏 他也说灰色地带没有扩大 乌克兰军队也没有让俄罗斯人深入该州 他说根据指挥部的决定 我们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防御部队得到了加强 并且已经在实施中 敌人被控制在灰色地带并没有扩大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完全的粉碎他们 并且他们可以藏身的森林中追捕他们 5月11日上午 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州赫利伯克村附近 恢复了攻击行动 乌克兰国防军预计 罗勒斯人的火力会增加 据一位军方消息人士称 敌人今天早上在赫利伯克附近的某些地区 恢复了突击行动 他们用大炮向斯塔里查开火 预计其他地区的火力将进一步的升级 特别是在施特莱查赫利伯克附近 此前 克里米宁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提出了在乌克兰境内 建立缓冲区以保护俄罗斯领土 免受乌克兰跨境渗透袭击以及大炮和无人机袭击增加的想法 他曾经向记者解释说 在无人机袭击和炮击我们的领土的背景下 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这些领土的安全 只能通过建立某种缓冲区来保护他们 这样敌人用来打击我们的任何手段都会超出射场 然而在该地区的持续攻势将导致更多的乌克兰军队 不得不从其他战线撤出 从而增加俄罗斯在其他地方进一步突破的风险 雪上加霜的是只要俄罗斯军队在东北部保持势头 乌克兰当局将不得不管理从该地区撤离平民的工作 这也会给增加乌克兰在资源上的负担 对于基辅来说 现在的担忧将是东北部开闭一条潜在的新战线 这将意味着士兵和资源会被绑在那里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 这一局势出现的时机再也糟糕不过了 美国承诺的额外的军事装备 经过几个月的停滞 这些物资现在才开始运抵 随着夏天的临近 乌军在战场上的势头 似乎远不如俄警 乌克兰已经撤离了大约2000名平民 我们再看一下关于俄乌的其他相关消息 一 最近在哈尔克布地区的战斗中 出现的显著发展之一 是出现了乌克兰所谓的 弗兰肯SAM防空系统之一的第一个视觉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正如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 苏联时代的布克M1移动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 似乎已经适应了发射西方提供的美国原产导弹 可能是RM7海麻雀和或AM9响尾蛇 据报道 这辆车在哈尔克服地区被俄罗斯的袭击摧毁 二 美国国防部已确保 从之前的一篮子军事支持计划中 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战地运送部分武器 并一直在努力交付剩余的武器和装备 包括来自新援助一篮子计划的武器装备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说 在总统签署的同一天 我们根据法律宣布补充资金的第一个 国防援助计划中的一些东西 已经进入战场 到了乌克兰军事人员的手中 国防部实际上正在一天动地 以尽快实现这个目标 上一个包裹中剩余物品的交付工作 仍在进行中 科比强调出于行动安全考虑 他不会具体说明具体交付了什么 但是他说通过在欧洲 仓库中预先部署军事援助 已经实现了快速交付 一些设备需要更多的时间 才能到达乌克兰 他也指出 乌亚大楼正在以同样快的速度 向乌克兰提供新的4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 他认为 这个一篮子计划是相当严肃的 其包含的各种系统令人意见深刻 3.5月10日至11日晚上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 DIU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 福尔加格勒链油厂 据该局消息人士称 5月10日至11日晚上 俄罗斯再次隆隆作响 DIU的无人机 于3点45分访问了福尔加格勒链油厂 主要石油处理装置AVT和AVT6受到影响 该消息人士表示 正在澄清系统的当前状况 同时就了解 空气冷却器的控制电缆损坏 导致7个冷却器断开 披衣炉的烟囱也被损坏了 4.俄罗斯电报频道和一些媒体报道说 5月10日至11日晚上 7架无人机在福尔加格勒和库尔斯克州上空被击落了 在福尔加格勒的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基区 听到了防空系统的运行 5.5月11日在被占领的顿涅茨克 听到了爆炸声 居民报告了爆炸前俄罗斯防空部署的声音 俄罗斯人将这次袭击归咎于乌克兰 他们声称顿涅茨克列宁斯基区的遭到了海马斯导弹袭击 那里正在筹备一场汽车集会 以纪念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俄罗斯媒体还报道了当地天堂餐厅的破坏情况 欧盟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并提供更多的设备 在回答有关法国是否会参战的问题时 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他解释了他关于可能在乌克兰部署西方军队的声明 他说乌克兰遭到俄罗斯的袭击 在某个时候我们必须能够劝阻俄罗斯不要进一步的前进 在乌克兰这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 但法治我们的共同规则也岌岌可危 还表示西方应该更多的帮助乌克兰 据他介绍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加强援助 他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内通过向乌韩人提供更多的设备来做到这一点 但也要说如果俄罗斯人走得太远 我们所有欧洲人都必须准备好采取行动说服他们 局势仍多变 乌韩军方说哈尔科夫州北部局势已经稳定 灰色地带没有扩大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则称 俄军已经控制了五个村庄 到底谁说的靠谱请您自己定夺 最后据当地官员称 目前没有理由宣布从哈尔科夫市撤离 乌韩军方目前正在监视局势 并监视俄罗斯人在北部使用什么部队 哈尔科夫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 奥列格西涅胡伯夫要求人们保持冷静 不要让哈尔科夫和该地区的人民感到恐慌 他说目前没有理由宣布在哈尔科夫撤离 我们清楚的了解敌人 在我们领土北部使用什么部队 当然可能会加剧 但目前对区域中心没有威胁 据他介绍俄罗斯人在继续加强在该地区的行动 根据西涅胡伯夫的说法 5月11日白天 当有30个定居点遭到了俄罗斯人的炮火袭击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节目最后 恳请宽宜的朋友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呢 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呢 因为俄乌话题 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人码进行打赏 在此 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